时代变了,观念也要变 时代真的变了 许多年前,人们还在穿动物的毛皮以保暖 然后古埃及人想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方法 他们用棉花或亚麻之类的植物纤维来织布 美国人现在用机器耕作田地 以前则是用牛马拉着梨来耕田 直到人们发现机器省时省事才遭到淘汰 鸽子大兵 二次大战时出生入死的还不只是士兵 为国卖命的还包括了许多飞越危险地带的姓哥 有一只姓哥中了三枪 还是飞过几百里来传讯 因而拯救了几千名官兵的性命 今天军队则用电脑 与其他很多高科技的器材来传达消息 时代真的不同了 过去利用动物的方法如今多半遭到了淘汰 现在呢 有一些马戏团不用动物来表演 照样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 五百多家曾经以动物来试验洗髮精 睫毛膏和地板清洁剂的公司 现在呢 已经改用试管或培养皿来试验产品了 谈到衣服方面 请最了解衣服的柔衫吧 为各位来做个报告吧 很酷的鞋子对不对 告诉你 这是用植物材料制造的哦 过去用动物毛皮制造的衣服鞋子 现在啊 都有代用品了 这件大外套 就是用玻璃纤维制造的 有些鞋子是用回收的宝特瓶 跟塑胶袋制造的 这个背包啊 是用废轮胎做的哦 这才叫做资源回收 不是吗 一百多年前 美国西部还用快马送信 马每天在危险的荒地上奔跑数十里 就是为了送信 今天我们用邮局 电子信 传真机 以及快递服务 来为我们送信 你能够想出其他 以机器替代动物的方法 或者是举出任何 马上就可以取代动物利用的方式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